这是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来到上海后入驻的东亚旅社 关于这个地址的确定是经过了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考证出来的 此人在上海时住Oriental Hotel饭店 假名Anderson 那么接下来的我们的任务呢 就是要搞清楚这个Oriental Hotel到底是东亚旅馆还是大东旅社 这一张就是新市公司的护航美面图 这个上面写着东亚旅馆 这里有文字有Oriental Hotel 对了对了这就是那个马林档案所记载的那个Oriental Hotel 我们的初心是什么 就是把这些历史研究清楚 然后把它转化为更加丰富的 更加鲜明生动的建党故事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到哪里去 我们都要清清楚楚 现在的话红色展览是越来越多了 红色展品材质可能更加脆弱 那么要满足这么大的一个展览的需要的话 其实是需要同事一定量的仿制以及修复的工作的 这是1920年9月版出版的陈旺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这本书它是由共产党人张仁亚同志历经生命危险 带回他的老家宁波保存的 他的父亲是将这批书籍一起放进了专门建造的甲的一个叫衣冠种里 在山坡上面衣冠种中间密封保存 直到解放以后 张家的后人将它捐给了国家 这便是我管的镇馆之宝之一共产党宣言 1920年8月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出版了 由陈旺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权译本 最近大家会发现 其实走进纪念馆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了 大家对于党史的兴趣也越来越浓 在纪念馆我们常常会发现很多熟悉的陌生人 有很多的观众 他们其实不止一次地走进一大纪念馆 我们一大的宣教部的工作人员 这是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一个年轻的团体 我们平时也会去打卡 就是周边的一些红色的这些地标 像右心印刷所呀 老羽羊里二号啊等等 我们希望呢是通过真听真看真感受 传递给大家这种信仰的力量 能够将这些藏品完整地呈现给我们的观众参观者 同时将它们完整地保护下来 传递到我们的下一代的手中 就是让物件中证明的历史不要断绝 不要让我们到最后只能看到文字上面展现出来的历史 上海有这么多的红色的革命旧旨 那么这些个旧旨遗址里面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有革命之城才会有着更加深切的感受 那些藏在上海大街小巷的红色旧旨遗址 串联起了中共创建初期的坚实脚步 值得一去再去 一品再品 从中感悟伟大建党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